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影响到你每一个生活里头的小细节 它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第二是目前的极端气候的恶劣 导致各个国家的粮食也都短收的情形 所以印度在本周宣布 是好几项过去的小麦米不准出口之外 它的稻米也不准出口 而亚洲主要的国家 他们现在受到俄乌战争最大的一个影响 一个是能源 第二个是肥料 日本目前就对于他们如何 可以得到化肥原料这件事情 对日本的农业投下了一个影响 日本整个认为他们的饲料涨价 也进行了历史新高 然后另外印度的高温降雨 使得它的农作物枯萎 在这时印度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它可能会限制米的出口 那日本的情况它的影响是什么 是日本的首相 它自己的支持度都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目前岸田内阁不支持率是达到了 32%比5月的时候增加9个百分点 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就是通货膨胀 对于它执政表示很好 尤其是对于控制物价的部分 给予好评的只有21% 这是日本的情况 而在韩国的情况是更严重 韩国煤炭也涨 石油也涨 服务价格也推动之下 韩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已经升到了第五个月最高的情况 而菲律宾呢 菲律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 菲律宾现在认为 它们的通膨非常严重 这是菲律宾的皮索 它的币值大幅的下跌 而大马政府开始对低收入的家庭 面对通货膨胀开始进行补贴 我们要注意马来西亚是一个天然气的国家 所以即使他们也要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 因为食物也涨价 新加坡5月份的CPI升了5.6% 创下了十多年来 高卫新加坡马上推出了15亿新元 希望能够支持民众来应对通膨 而面对它的制造业将来的问题 它可以看到可能会有工会的抗争 要求涨薪水 或是会有罢工 或是会有裁员这种情况里头 新加坡提出第一个 税收减免 第二个 开始跨国的研发合作 第三个 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无人自动化要加速 为新加坡这一波的制造业再次动山再结 也就是说他已经看到这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 而这个衰退之下 很多企业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政府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新加坡以下的政策 让我们来证明一下 亚洲所面临的能源通膨 而这样的一个能源通膨 为核心的整体的亚洲 因为大多数除了马来西亚之外 大多数亚洲的国家 它的能源都是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八十几 全部都是靠进口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电费大涨 那么很多国家都如此 台湾也如此 也可能停电 因为供电不足 因为天然气不稳定 这些情形都会在亚洲 今年的夏天开始一步一步上演 一场发生在距离亚洲 五千多公里外的战争 让全球被迫迎接一个通膨之下 在韩国 这段时间以来 韩国肉价涨势惊人 一公斤奔突产的五花肉价格 每公斤售价三万一千八百韩元 约合台币七百四十五元 与今年三月相比 足足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八 比进口牛肉还要贵 韩国人吃不起五花肉 跟俄乌战争推高了 座位饲料的小麦玉米价格有关 而大受欢迎的韩式炸鸡 也因为食用油价格高企 不在平民 从新冠措施放宽以来 韩国就业市场有所改善 但五月份 韩国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为百分之五点四 是2008年八月的 百分之五点六以来的 最高涨幅 从名声必需品 到建筑装修建材 几乎无所不涨 这让韩国五月的 经济痛苦指数达到八点四 是2001年五月以来的 最高纪录 经济痛苦指数是 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总和 与此同时 油价持续上涨 进一步加重了 民众的生活负担 俄乌战事开打以来 韩国油价一路狂飙 三月份 美工申油价为 一千九百九十四点四韩元 相当于台币四十六块 创下了自一九九七年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之最 为应对高油价时代到来 韩国政府决定下调下半年的燃油税 能源价格居高不下 让韩国从三月开始出现贸易逆差 根据韩国关税厅公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韩国贸易赤字累计达154.69亿美元 重创韩国出口型经济 而南韩贸易赤字飙升 与其能源高度依赖进口有关 韩国主要向中东和东南亚地区 进口原油天然气与煤炭 六月至今 原油进口额比去年增加了 百分之六十三点八 煤炭和天然气进口额 比上年增长了 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点四 和百分之三十点二 三大能源进口平均年增 百分之六十七点五 韩国政策性研究机构 有关人士说 对海外能源的进口依赖度高 让韩国较其他国家 更容易受到冲击 在俄乌战事 仍看不到镜头的情况下 韩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百分之三点一 下调至百分之二点六 并将通胀预测从百分之二点二 上调至百分之四点七 为2008年以来最快 而韩国的邻国日本 同样承受着俄乌战事下的通膨之苦 高温炎下则让日本百姓的日子 更加难过 今年夏天 我们没有设计数目標 难耐的盛下 日本却面临电荒 政府七年来首次要求全国夏季省电 并且呼吁民众将家中的空调 设在二十八度 关掉不必要的照明 日本媒体形容 这是从二零一二年以来 最严重的电荒 而战争连带使得日本电费 在一年内涨了三成 日圆贬值 荷包缩水 民众只能承受考验 今家でも結構エアコン使ってます 使ってないですね 使ってない 扇風機なんだから 扇風機をガンガンにつける 今年は何かと値上げの夏 切り札のエアコンも使いにくいようです 这种危機感的背景 是日本電力状况的结构性课题 根据NHK的资料 日本的能源结构中 76.3%为火力发電 19.8%为再生能源 3.9%为核能发電 在火力发電中 有36%为仰赖 液化天然气LNG 五成进口靠澳洲和马来西亚 俄罗斯和美国则各占9% 2月24日 俄物战争爆发后 日本是率先加入西方阵营 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之一 这让日俄天然气合约面临终止 日本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合作建设了库业岛一号和二号两大LNG生产项目 由于天然气不存在短期的替代攻击源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小山间 三月时就曾表示 若俄罗斯方面的能源供给中断 日本最后的底牌可能就是节点 偏偏今年三月十六日 日本福岛县以东海底 又发生了瑞士规模七点四级强震 导致火力发电厂受损停运 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电荒 为了实现2050年脱炭社会的目标 日本火力发电的供应能力 在过去五年大约减少了1600万千瓦 相当于日本家庭数量的近十分之一 约543万户 根据日经亚洲新闻报道 如果日本政府进一步禁止俄罗斯LNG进口 并且退出库业岛一号和二号项目 日本每年进口LNG的成本将上涨至少三分之一 数据显示 2021年日本进口的LNG总价值高达了4.3兆日元 与俄罗斯合作的库业岛二号项目 价值达到了3000亿日元左右 如果日本希望用LNG现货完全替代该项目 日本每年进口LNG的总开支 预期将达到5.8兆日元 涨幅高达了35% 这也意味着日本电力消费者将承担更加高昂的能源账单 能源危机在通膨之下爆发 事实是不止韩国 不止日本 不止印度 不止澳洲 全球都逃脱不了这一切的苦痛 谢谢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之报 文献的世界财经之报 很抱歉 过去两天我做节目的时候都没有戴口罩 因为我个人的身体状况 我如果戴上口罩去讲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喘 最后把口罩戴回来 很大的原因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希望各位所有的朋友保护你的健康 也保护别人的健康 你可能是一个健康者 可是有很多人是生病的 或是他可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 或是他是个小孩子 他很可能在这次的Omicron的感染里头 不是你自己想象中的轻症 你可能造成他们生命里头很大的伤亡 所以还是要戴好口罩 保护自己 也有功德心的保护别人 谢谢你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之报 文献的世界财经之报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